這兩天在臺灣國地住宿站 時不時都可以看到感動人的圍面 在自己的水上就一個學生 愛到 生動不方便的媽媽去住宿 這好親的圍面 讓他讓人們都感動到 另外在高雄 有一對老公婆 把對方的手扒扒扒 收拆去住宿 真恩愛 都因為是大人 讓上扶勒在走路 不過大家都在注意後面這位生事 大哥 不簡單 中家庭的媽媽要站一步一腳印 背叛行動不便的老母 怕去家醫館水上醫廟住宿站 家人也有好孫婆阿公走路退 高零時大住宿的現場 有很多人背北部走回來 這位臉讓人看得很感動 趕緊穿給媽 屏東早上露大火 就怕高零的媽媽 喝到好的感冒 家母孫主客庭車把八十八歲阿嬤 放在輪胎 屏東這塊火仔 知道要煮醫廟的消息 整個火仔都出動 過場了 所以師妮來幫忙 剛才四歲都很友好 在高雄也有紅的母 生死九十二歲 太太八十九歲 都是這次要煮醫廟的最上 戳到在附近 兩個人手甘手 做火驚乖煮以風車 挺好 很厲害 很人之主 老先生就算手沒用在拿煮料 另外一支手要是把太太砍掉掉 結婚三十年已經累過很多事情 現在也要做回來煮醫廟 做火驚過這步驚重的疫情